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买水果的时候也会问老板说 人家都是一斤一块钱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整个是大乱了 好 今日最狂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凤梨之乱 是谁在放话呢 好 现在种种的迹象指向了这当中的一间合作社 好 这间合作社是不是也A了农委会给次级品的补助款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揭开这重重的黑幕 好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立委 蔡议员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嘉义县农会总監事黄真瑜 总監事好 主持人 各位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创夏哥好 千平好 大家好 好 还有财经专家汪杰 民进党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黄世坚 世坚哥好 千平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特定媒体 在替这些人放话 而农民叫苦连天他们又怎么说 先来看看我们的VCR 一只皮衣水水水水啦 一斤五颗 这只投下来大概差不多二十颗啦 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五分半天是有 这档还没十万喔 三半 档没十万 没有啦 那档坦的 那本钱的 外手 背料 腰子 这十万都档的了 那钱本喔 这国做算贪自己的工 你如果有钱人那种的 其实你要八九块 差不多八块应该会合啦 好 首先我要先请问一下委员啦 所以在当地就算是次级品 真的有可能卖到一斤一块钱吗 还有就是农委会不是给了次级品的补助款 那这些钱真的有进到农民的口袋里面吗 我昨天已经有强调啦 因为这次嘉义的王来 就是有较适合 就是因为暖冬的这个影响 过去嘉义的王来差不多四月时开始修行 对哦 在差不多三月二月 差不多冰冬台南才先修嘛 四月应该嘉义修 不过因为嘉义的王来今年 替杀剧灰 因为暖冬的问题 因为暖冬的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正先修行 然后因为这个替杀剧灰的生 他的生在哪里没有 太生了 所以介绍是真的不好 所以你现在在嘉义 这一层我们这几天 我们总管事与我们的陈明文委员 在嘉义一直在问这些农民 这些农民也真的说有今年的合作社 修行的计划有够多 真的有差不多两块四块六块 一三五块 一三五块 可能要不至于那一年严重 但是两块四块六块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知道嘉义今年 提早剧灰之后 就知道今年嘉义王来的出问题 在那个冬家里 我们总管事业的補充 他们就已经拜托农委会 农委会 今天台湾看我们这些农民说 这些王来的品质可能会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去计划 我们希望说 让这些日比嘉乎唱 嘉乎唱可以去做王来酥 对 他可以去做拼 所以用这样的话去消化它的一个产量 那农委会后来他就补助 他就用了 你看这段有公文 农粮署 农粮署 102年2月21号的一个公文 那他就针对2月21号到3月31号 然后他就是保住这个加工 加工处理费每公斤3元 整个一斤1.8块 然后运输费的一个补助 集运费每公斤2块钱 整个一斤1.2块 这样整个说一斤来说 差不多由加工到运输来保住3块 所以这保住3块 只要你的这些作者 如果要在农民买去买 买去收贡他们的王爷的时候 你就有3块打费 政府已经给你 已经给你送3天保住人了 你就有这3块打费 你去到农民买 是不是你有这3块 你也可以拿去 可是你刚刚说是2块4块6块 为什么都有2 4 6 为什么 甚至说 为什么只有到这件简纣松 这间义星这间 他所说的 1 3 5 我们看到义星在这里 好 义星这件公司很重要 因為主要放話的就是他們對不對 都是他在放話嘛 都是他在放話 那這一家是一個合作社對不對 對 這間合作社 那他們喊出了一三五 一三五他發出來 他都在收工我們加他大拿 加民鄉才的往來嘛 好 我們現在就要查起來到今天 今天我們查起來說 你在班農差不多 他打賣的行情 你看 優質的差不多有29塊 中盤的差不多有19塊 就算這種比較賣的 比較賣的 也要有13塊 這是整個的一個市場 你現在就要發一三五 我現在要跟大家報料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簡元松你這樣搞真的是 你一抓為了自己的利潤 然後你糟蹋農民 這是一個非常貴分 我給大家看 好 我們先在這邊 先停一下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這一三五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嘉義當地 一間這個次級品的話 就是他有分上中下 上中下 上是 五元 一間五元 中級喊出三塊錢 最下級喊出五塊錢 我剛才說了 喊出來的就是這家益心公司 益心公司的老闆就你講的 簡元松 好 那繼續 簡元松大家已經知道 他有的背景在等下補充 我現在買另外這個 這個人屬下給我的 私下爆料 私下給我私下爆料的 就調出來的資料 這個簡元松我這裡要當場問你 這是北農的打賣資料 北農的拍賣資料 你的供應代碼是不是 Q99379 就是益心公司 好益心公司 然後你在大家來看 2月24號的時候 他所收港的往來 去北農打賣 等級二就是中級品 21塊 中級品的話 你剛剛講他們喊出是3塊錢 他喊3塊錢 對 他喊出3塊錢 2月26 他賣21塊 他賣21塊 他賣21 就是說他從農民朋友手上 他喊出的是說他賣 他賣一斤3塊錢 他去北農打賣21塊 他賣21塊 2月26 對 中級品也是21 一直到了最近嘛 3月20 這幾天要炒的時候 3月20 25塊 賣得更好了25塊 他去北農打賣25塊 你每天 銀河那些媒體 每天在那裡說 你如果農民受港 135 一間的鳳梨 沒辦法去買一個水餃 很多話說得出來 你抓糟蹋的農民 你用農民幾年 在那裡打拼的 的艱苦 然後去成就你自己 你可以低價去收購到 然後你拍賣到市場去打賣出的行情 和一般般一樣 這我來講 這就是叫米湯 所以我們現在再釐清一次 就是這家一新公司 他們現在就是跟農民朋友喊出說 現在價格很差 然後是135這樣的價錢 終極的話是3塊錢 但是我們看到他北農的這一張單子 他賣給北農的同樣的終極品 他賣25塊 所以等於是大賺 你可以幫我們算一下他的利潤 我簡單的跟主持人 還有我們的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因為其實我今天是很沉痛的心情上來的 因為到我剛剛要到節目的時候 還很多農民打電話給我 他們現在為了這個135這個數字 被很多消費者質疑 包含很多本來他有自己的通路的 他都已經在被殺價了 就說人家都賣135耶 一千一塊錢啊 就算一塊三塊五塊 也不可能光閉去 所以我想我要 剛剛我們的蔡委員有特別提到 就是在這一次裡面的135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們大概因為我大人 那大概嘉義縣 在鳳梨大中的就是大林跟明雄 那所以我就聽到這個價錢 我也很驚訝 我趕快去了解 到底農民到底有沒有這個狀況 因為大家都在吵說 是不是假新聞 一塊到底是不是假新聞 對 破壞韓情 後來我去了解 大概農民分兩個部分 一種就是我們的老農 其實他本身也自己不能賣 他自己也不能銷 所以他很習慣 也很信任合作下來 所以他種的這個鳳梨 通常他就會一車一車 通通都賣到合作社 那另外一種農民叫做自產自銷 有很多農民 其實他是用來賺好之後 一台發財車 再去市場賣 甚至是他會找自己的這個地方做一個行銷 那現在影響到什麼 就是當合作社喊出來說 我跟農民收一三五 他現在說的是他把農民收一塊三塊五塊 那有沒有這件事情 合作社跟被他收的農民最清楚 所以我們就去探究說 那農委會如果以剛剛的這一份公文 他在2月21都已經啟動了 所謂的在補助加工廠跟合作社 他這邊講的運費補助其實補助的就是合作社 然後我也剛剛看到這公文我也很驚訝 就是對 所以這次喊出一三五的異星就是在這一個名單裡面 所以他也拿到了補助款了 那也給他收那麼低的價錢 然後重點來了 剛剛我們的蔡委員提到的那一個 北農的交易價 我比較納悶的是 當然我們可以知道說 合作社他相對需要賺錢 他不可能做不用錢 那只是在於說 當他跟農民在整個2月份到3月的時候 他都在收一三五的時候 可是他另外一手 他居然交北農的拍賣 終極品他跟農民收一斤三塊 我糾正一下 因為北農他是用公斤結算 所以他這一邊的金額是公斤 那不管你把它換算起來 平均價大概 乘以0.6 對你要乘以0.6 也是大賺了 那利潤大概會有多少 那也坦白講 北農的一個譬如說交易的 不管是手續費 或是一些管銷費用 你大概一公斤再扣掉5.5塊的 所謂的這個成本 那我換算下來 跟大家講一個最直接的數字 就是說他大概一台金 這樣轉一手這樣子 他賺了大概超過6塊 所以一台金轉了 大家可能不太懂 6塊是什麼意思 一公斤25一斤就是15 一台金6塊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有去問其他的合作社 我說那你們合作社 跟農民收鳳梨然後轉賣 什麼叫做合理的利潤 我知道你們總是要談嘛 那什麼叫做合理的利潤 他們告訴我說 一台金賺一元 叫做合理的利潤 一台金賺一元 叫做合理的利潤 對 他們賺了6塊錢 對 一台金如果以現在蔡委員 現在蔡委員 還是要有9.5嘛 9.5你扣掉他收港的3塊 就是6.5 就沒有辦法我剛才說的 政府就補助他1塊塊 對 所以這樣子他很過分耶 因為他整個是大賺錢 而且你看看農民朋友 人家種鳳梨種老半天 結果你拿那個 這個一金一塊錢 三塊錢五塊錢 這種真的是曾孝偉的價錢 去跟人家買 我們覺得心痛的是 當然因為我們 我是大靈人 他也是大靈人 我們其實彼此私下都認識 對 但是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覺得很痛心的是 因為很多農民都跟我說 我就真的有交到那個 一塊的 你台大家都在玩說 那叫做吃新聞 我才發現說 在資訊沒有完整 而且斷章取義告訴大家 這個叫做崩盤價的時候 又讓農民受到了二次傷害 好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就是去年的時候 其實這家異星公司 就已經帶頭去抗議說 哎呀這家鳳梨的價格這麼低 所以他們是在演戲嗎 我覺得要去反映 產地當然價格不好 這是一個事實 因為剛剛我們蔡委員有提到 暖冬的關係 跟這個提早這個 吹火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那如果你明明知道 你自己有交北農 拍賣價明明最後是這個價格的 那為什麼你在產地還在喊 一三五 這是我的問號 委員那你怎麼看 就是說他們現在是怎樣 就是在那邊演戲 裝可憐 然後兩手賺 然後農民朋友真的是叫苦連天啊 你看他們賺的 根本就是已經不敷成本嘛 那就電信嘛 去年帶那些鳳梨龍去台北 去來台北公議 那公議後 大家也說 事實上他們的背景 去年他都說 我是真鳳梨的 結果被查出來說 他不是真鳳梨的 他是白雙 他是在做作事 那今年他就考試出來說 你看一三五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你知道說 對不是一三五的人 他就說 我本來一年有好客 尤其現在是台南 現在在冰冬那裡 他回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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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價格說 怕自己亂 就是說他們賣的 社會者就質疑 質疑說 人家那麼便宜 現在副座已經是一三五了 你就不會我那樣貴 所以他們這邊受到傷害 對我們嘉義的農民 他說 他真的 他們的合作者 真的一三五都收 所以他真的遇到了 這一個說 真的跟我用這麼小的價格 跟我收 不知道這個問題 就要有一段差距 就是說 因為我們早就意識到了說 你這個雜嘴 你這個品質也不好 所以農委會 快跳下去 要倒三天 他已經補助你們 合作者 你們跟他們想說 這樣好 我跟你們補助 你就要趕快把這個價格 跟農民家 回到農民 你要做那種的價格 去人家收工 結果 他來發話 都不說這段 那總幹事 在之前這家異星公司 他們是不是也開過座談會 然後請媒體去 然後好像在演一場戲 也請了一些農民來 是 我其實也是看到新聞之後 我一直覺得 納悶 因為怎麼會 如果他是辦所謂的 跟農民的座談會 那農委會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這個座談會 農委會也太沒有sense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這簡元松先生 就是老闆 是 對不對 老闆 對 好 那你講一下這個座談會 我的意思是說 以農委會的官員 如果 他自己主動要辦一個像這樣子的 鳳梨座談會 要聽農民的心聲 應該沒有 這麼沒sense 就是說 我跟你們約約了 然後我幫你放假 然後我 可能 你如果看起來 他很明確是先聯絡了媒體到場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放假是誰沒去啊 蛤 妳就說放假是誰 我如果看新聞沒有錯的話 他是在指責說 農委會的官員 因為鳳梨盛產 所以不敢出席這個座談會 他就說 有這個座談會 但是農委會的官員沒去 對 給他們放鴿子 因為不敢去 後來我就想去了解 因為 我就是一直在幫農民找問題 就是我也很生氣說 農委會 你怎麼可以人家反映心聲 你不去呢 對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我就去跟他們要了 到底這個是什麼座談會 後來他們告訴我說 沒有 那個 整個就是一個 課譯 不知道是不是課譯的一個大烏龍 我還跟他們要了這個文 這一個座談會是 嘉義大學 其實他受農委會的請託 他們要辦一個所謂 鳳梨教育講習訓練課程 鳳梨教育講習訓練課程 就它是一個例行性 可能要透過像這樣子的課程 然後讓農民可以有一些在 你說是一個新的知識的補充 或者是一個跟教授之間的對談 那很妙因為他的 他的地點就辦在一星嘛 對 就辦在一星 所以呢一星是 算是主辦單位之一 主辦單位 然後呢 這一個 當天這個座談會 它也不是座談會 它就是一個教育訓練 然後其實所以官員 所以官員根本不需要到 譬如說像我 都會委託這間一星去辦嘛 去辦這個教育訓練嘛 官員公布就不用去嘛 對啊 不用去 但他們就說官員放鴿子啦 所以當天馬上 因為在這個座談會之前他們就請 我看起來是邀請了媒體 去做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這個新聞畫面就變成說 好像鳳梨盛產 所以呢 官員好像就是放鴿子的概念 官員也不理 這是第一部的 我說的 坦白講這叫做假新聞 因為它的資訊完全是不對的 好 那這個新聞衍生到後來變成什麼效果 因為當時 我後來去查才知道說 原來農委會補助 這個所謂的加工廠跟合作社 大概是到 從二月底到三月底 也就是這個補助已經到三月底就要結束了 那當他 一新這個新聞發布之後 你發現農委會也覺得 怎麼會有這個狀況 難道是這個 這個價格還沒有起來嗎 所以他們就允諾說 好 那繼續延長補助到五月 那當農委會說 延長補助到五月的時候 合作社就沒聲音了 好 所以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 他演這樣一出戲 然後指責說農委會的人員沒有到 他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為了延長這個補助嗎 如果以結果路來看 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演戲 但是看起來 這個結果是你要的 好 所以現在地方上 就盛傳說 這家益心合作社 他們不但是兩手賺 而且放風聲又演戲 而且A了這個補助款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們也要聽聽他們的說法 好 現在呢 在我們線上的就是這個益心公司 這老闆的侄子 簡太和先生 好 簡卻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在當地是真的 用一塊錢 三塊錢 五塊錢 這麼低的價格 收購農民的鳳梨嗎 我要跟我們主持人說 是 在上禮拜包括 上禮拜前往上推 差不多有中間15天 我們在他 尤其是大了這個地方 翁來 對他漂亮的五塊 阿中三塊 最賣的 最賣的 最賣的一塊 就是最賣的政客 絕對沒有問題 沒有那種好控制的地方 但是人家 農委會有補助你們那個兩塊錢 你收購這價錢 怎麼會太多 我要跟主持人說 一般在合作社 或其他地方在收就好 一般啦 譬如說 他收五塊 當然他一定要加錢 包括家人去到台北 這種會去到哪裡 譬如說是50年來 這種都是傳統 因為 剛才他算跟農民買賣的東西 他要經過他 他要搶工 在過程中 這其中 都正常的 譬如說 他拿出一塊 他去賣兩塊 這是很合理 這不是現在醫生 還是其他地方 所有的 剛才都是管理的 來議員 我幫你問一下好不好 這間醫生公司 我們現在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他現在跟農民 我們現在的鳳梨 收工就是五塊 三塊 一塊 這個價錢對農民來說 真的是很低的一個價錢 我們覺得很正經 不過很清楚 因為農委會 他在理會 跟三位這間 都有補助 這個價錢 一公斤三塊 補助 這個合作者 運費的部分 一公斤兩塊 如果照理有補助 這些錢 在那裡的位 那合作者 要收工 是不是這部分 也是要加起來 讓農民 一個更好的一個介紹 我們農委加工的 這個三塊 都是補助 加工工程 對 加工程 現在運費 運費兩塊的部分 是在合作者 這個委員就說 如果你的長者拖出去 的運金 所以跟合作者 完全是 都是沒有關聯 因為 你加工的 你農委加工的 補助 補助這個 三塊 合作者也拿到 你補助 運金兩塊 你用這個 這個 這個合作者也拿到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 我們農委委真的 坦白說 我要說一個農事 你去年 我有跟我們 大南這邊的農民 歸 台北 這個抗議之後 坦白說 那些主委 林聰選 是坦白說 對 地方的 歡迎 所以你的意思 沒關係 你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補助 這條錢 都給加工廠賺掉了 你合作者都沒有賺到就對了 所以你也是要叫這個 介紹的農民收工 是這個意思嗎 另外 現在我就要問 你也知道 義昇合作者 這間公司 他最近 他裡面 都收工的 這間公司 去北農 打賣 一間也是差不多打賣 15塊 這個事情 這要怎麼改稅 現在是這樣 你們3塊 收工 打賣15塊 這個落差 是跑去哪裡 義昇 還到這個 很少 他所收工的 王子 大部門 都交給這個 總署 總署 意思是說 另外一個總署 譬如說 這裡都有好 或其他的 空口 這碗 他才有七百人打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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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說真的 所有的統路都回來了 一定要去打賣 他才會去打賣 如果沒有 他都會有很多統路 這是0年來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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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請教一下 因為我也是今天在問這個問題 我問其他的合作社 沒有合作社 當然 像你說的 合作社也是要談 不可能做議員 合理 合理的談 我們可以理解 我現在想要了解 是說 不然一般 合作社來說 一台金 這樣賺要賺多少 才算合理的理順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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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來說應該是 因為我今天有問其他的合作社 他們是在跟我這樣說 他們說 差不多一台金 差不多賺一塊 差不多叫做 合理的理順 你如果說 比較好多的時候 只一塊兩塊 還可以喝醬 我們現在 因為我剛看到 那個蔡宇立委 他這裡有一個問題 我看到我也 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 那個 那個 一身家 他比較適合在二月底 到三月底 這裡有九百龍 他這裡有疏忌 他有九百龍 而且他的成交價 是在一公斤 最高到二十五塊 也就是說 我剛才這樣 在現場 這樣算起來 他一台金 的理順賺起來 是六塊 我這樣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現在是這樣 要這樣說 以外的經驗 因為我也有 我也有 合作者 我也有出過 以外的經驗 一般 如果說 到北龍 去打賣 賺錢的機會 都無關 所以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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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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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現在不是在說在幫什麼人說的 或是沒有幫什麼人說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也很驚訝 就是他確實 我現在說的時間是 2月24到3月22這段時間 總共的行數是1500幾斤 他的總金數差不多 一定到達3萬幾斤 也就是說 他在這裏面1斤 我給他換算那個 因為他說要靠掉1公斤 5.5的這個管銷費用 當然像你說的 可能他有林書費用什麼 我都給他靠掉 以後大概怎麼樣 一代金就是 賺差價6點多塊 我跟你說 賺也沒關係 因為每一個新人 想賺的那個範圍不一樣 我們現在不是要 譴責這個啦 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是說 你明明就知道 九百龍是這個價格 明明這個理順在這裡 為什麼 你還給我們大人的農民 你要收1塊3塊5塊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這兩個給農民問到 我真的心情喔 要問啦 重點就是說 去百龍既然有辦法15塊賺出 有這個事項 有這個行政 為什麼你要用3塊1塊3塊5塊 因為我們現在是說3塊這個 中級的 你為什麼要用3塊賺的 你既然你知道有這個事項 去百龍可以15塊賺出 你為什麼不要用5塊比較高的 你為什麼不要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賺 你要選到最多的價格呢 現在是這樣喔 當然你現在是用個案在說這件問題 這不是個案嘛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立心 有阿董去北龍打賺 去打賺市場就是個案 去打賺市場就是個案 去打賺市場就是通案 這是個通案啦 他在這兩天的當中所有人要說 台東也好 高雄也好 賺市場也好 他所有的方法賺市場也好 他怕他的基本價是哪裡 如果說他的基本價就像你說的 有這個人要管 如果這樣就賺市場就算暴利了 就剛剛就看到這個數字了 那還有個補助款啊 補助款啊 去北龍打賺市場就有利息就好啊 還有農委會的補助款你說都是加工廠拿走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公文上是 也有給合作社啊對不對 議員 我意思是說 你說 因為 因為 翁來上比較適合 他跟農民叫做會的時候 你在說的是1塊3塊5塊 我現在還是針對說 因為你知道講1塊3塊5塊 你明明知道這個市場 翁來市場甚至是有的人他沒有跟翁來上的 他自己去買 那是多大的上海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有去交 你也明知道 百龍的價格是有到這裡 為什麼 同時間你還要叫媒體來 跟媒體說1 3 5 我現在是說 這對我們大人的農民很兇的 你知道嗎 來 議員 就剛才那個問題 政府的補助給他做社 你說去給那個 那個 家工廠 運輸的壇期嘛 對 你說運輸的壇期 但是政府是說 補助供應單位 集運費 所以他補助供應單位 就是合作社 人家就是補助你的合作社 讓你去富人運金 他就是要補助你去富人運金 所以這塊的價格 你是不是要大家回應到農民身上 讓農民還有一個比較好的價格 那他是不是補助你去富人運金 他有說 合作社如果 你如果現在來配合農委會的補助你運金2塊 但是這2塊是要怎樣 他指定北東 我要指定你向他高雄 指定你向你身體 指定你向你台中 這樣也是降低他的成本嘛 這樣是不是你的身份 政府的補助 你的身份就有價格了 對啊 不過是這樣 我們現在 我們九十二十四 如果你說高雄 高雄 台中以南 或是台南以北過來 他的市列 一公斤兩塊 絕對 絕對有那個 也有利潤 但是你如果高雄 高雄 他一公斤就要 政府沒有補助 你也是說要負擔這條 這個不是特地有的 這是這次要解決問題 比較有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最好貴的農民啊 這是我們農委會 現在的特政 我也在說 是啊 所以人們出來解決問題 他也換來 啊現在全市中 他現在 了解到地方的心聲了 他就說 他的腳步 打了比其他快 這點我都感受得對 所以 你跟我說 這段時間 農民在你講的時候 我也都跟他說 現在政府真的 尤其前四位在你做的 他就說 有受精的腳步 他打在農民的頭上 他了解到事情變化了 他有在你關心 所以說現在目前 這兩天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散散散散散 我有去 王來那邊 我哪有去看農民交易 我也有買四五顆 今天 我問農民說 今天他的家庭是怎樣 他說 他已經在前陸 已經回來了 水的已經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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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我關 好啦你叫我關 我沒有 他沒有這個人 你就要回過給農民 好 多謝你 姐姐謝謝你 好